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觀賞我的視頻 和阿里伯伯一起來練武功 學習StudyWorks 3D繪圖技巧 希望看完每集視頻後,對你有所幫助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專題是這個零件 這個零件尺寸與結構簡單,很適合初學者練習 注意點就是這個零件 反白的部分表示需要加工的面 看起來清楚明白 畫法有很多種 我們用最快速的畫法把它完成 那我們先來瞭解他們的外觀與尺寸 我們來看這個視圖 這邊長一百五十毫米 這邊寬是八十毫米 這邊寬是五十毫米 這邊寬是二十毫米 這邊距離四十五毫米 這邊長八十四毫米 這邊高是八十二毫米 這邊高是三十六毫米 這邊高是三十六毫米 這邊眼孔直徑 十八毫米 這邊距離十五毫米 這邊距離四十毫米 這邊距離四十毫米 上面這邊寬是三十二毫米 兩邊倒腳 上面距離十二毫米 側面距離二十一毫米 下面距離二十一毫米 下面距離二十一毫米 那了解它們的外觀一尺寸後 那怎麼樣畫呢 我們就一起來畫畫看 快速的把它們完成 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我們重新畫一次給各位參考 開新的檔案 選擇零件繪製 切點 選擇上機紙面 草圖揮子 選擇線 集合建構線 在這邊 畫水平線過中心點 切點 選擇旗形工具 選擇其實 選擇那邊 選擇 選擇銷髮 選擇整個接種 選擇彈性漫嗯 選擇 詞空り 當選擇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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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點 選擇 婚人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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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畫一個圓 切點 選擇智慧型尺寸 這邊寬是80毫米 這邊寬是50毫米 這邊嘗試84毫米 這邊長是150毫米 這邊孔徑18毫米 選擇智慧型尺寸 這邊距離是15毫米 這邊距離是40毫米 這邊寬是20毫米 這邊距離是45毫米 這邊延角半徑10毫米 確定 選擇各個中心點 水平放置 水平放置 選擇特徵 生長填料 給電深度 82毫米 15毫米 這裡 分擴 這裡 這裡 確定 選擇前機直面 抄圖揮址 图面转正 选择线 在这边 画一垂直线向上 转水平线向右 转斜线向下 转水平线向左 为远点 切点 选择四辉型尺寸 这边距离是 32毫米 这边高是 36毫米 选择特征 深场除料 方向 两侧对称 给定深度 82毫米 切顶 选择这一面 草图绘制 图面转正 选择这一面 参考图圆 参考图圆 选择线 举与建构线 在这边终点 画一垂直线 切顶 选择线 这边画一斜线 切顶 选择近色 选择近色图圆 镜色以垂直线 确定 选择智慧型尺寸 这边距离 12毫米 这边高 21毫米 选择特征 深场除料 方向 完全贯穿 轮廓 这里 这里 切顶 这样 这整个图形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给它上个颜色 选择红色 切顶 看起来比较亮丽 选择面 换白 选择宁加工面 确定 表示有换白 就是加工面 整个立体图 就是这半个形状 最后我们来检查尺寸 这边长是 150毫米 这边长是 84毫米 这边长是 45毫米 眼角半径 10毫米 这边关 20毫米 这边关 50毫米 这边关 是 80毫米 这边高是 82毫米 圆孔直径 18毫米 这边距离 40毫米 这边距离 是15毫米 再来 这边 倒角 这边距离 12毫米 这边高 21毫米 这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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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简单的 一件 很适合初学者练习 利用生产 以填出料功能 就能快速地画出 所要的3D图形 简单几个步骤 就把它完成 看过 你就会了 画法有很多种 我们要求是 快速并正确的 完整任务 我们今天3D绘图的视频 视完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观赏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按下小铃铛 并订阅哦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OK OK 今天的绘图视频已经结束 希望看完这集视频后 对你有所帮助 在Sallyworks 3D绘图技巧上 若有任何问题 欢迎来信 我懂的是会尽量回答你 若你有更好的绘图方式 也请你告知指教 正所谓教学相长 看得越多 学得越多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 点一下赞 帮我加油打气 按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有新的视频 就会通知你哦